为什么说哈兰德有情有义 面对昔日队友 哈兰德在取得一粒进球后 是一步庆祝 因为能去更大的舞台 还得感谢多特的支持 赛后并一一拥抱曾经的队友 当哈兰德向球队做出告别时 不仅赠送球队33人每人一块绿水鬼 甚至还没有忘记队一 除世在内的工作人员 并且每人送上一块超霸 而那个声称有格尔黄梦的姆巴佩 却选择了金钱与权利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姆巴佩和哈兰德 是如今世界足坛冉冉升起的两颗星星 甚至一度被视为新时代的梅罗 然而哈兰德自出道以来 风评一贯很好 而姆巴佩则不然 先有俱乐部争权夺利 后有国家队排挤纪录 从那时期两个人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就已经有差距了 哈兰德和姆巴佩未来一段时间 一定会时常被拿出来做比较 就当下来看 哈兰德值得成为历史级别的超级巨星 毕竟我们都喜欢有情有义之人